那一年剛好打冠軍 台北打冠軍 然後那帛琉跟我們台灣 是有建交 有邦交的 對 邦交 那帛琉的 住...台灣住帛琉的大使館 就邀請我們去到帛琉 跟他們打一個友誼賽 他們最大的國家體育館 大概就是跟... 比這個棚大概再大一點點 然後全部都是鐵皮搭的 現場如果坐滿 應該可以坐滿 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小 帛琉誰在打籃球 帛琉根本沒有人打籃球 就是只是硬要弄一個東西 然後結果他們找來的 帛琉國家隊 大概都是那種漁夫啦 船夫啦 然後要不然就當地的導遊啦 導遊來的時候 還是穿跟我一樣這種花襯衫 然後趕快換衣服 他們真的是來交朋友的 他們是真的 但是他們帛琉全國 籃球已經是打得最好的幾名 幾位朋友了 然後打... 打完以後我們在隔天 大使館就安排我們去去一個 就是那種荒島 因為帛琉那邊有一個 類似是 就名字好像叫星象島 它是那種荒島 類似那樣的荒島 很多 無人島 對 然後好 就到了那邊 大家就喝... 喝到也開心啦 然後就說 要不要去 屋里 從帛琉 趕不趕去 趕不趕從玻璃到玻璃 走 先下去 那個不是趕不趕的問題 是到不了的問題 對 沒有搬去 好 然後就說 那既然今天這座島上面 只有我們幾個 那我們就來當那種荒野求生 真正的野人 來啊 衣服全部脫光 趕不趕 又是有一個人 趕不趕 趕不趕 不趕啊 又什麼 大家都一起洗澡過 然後全部都只有我們 都是男生 就說好不趕 那就衣服全部脫掉 就丟在房間 大家就出去開始玩水啊 然後在海裡面 是叨噪噹的那種 全部叨噪噹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講說沒差 反正真的都沒人啊 就大家就這樣子 叨噪噹的 大家一起吃早餐 吃完早餐 全部叨噪噹 那樣子 不好意思 手震啊 你腳可不可以 稍微再縮起來 手震 就這樣子 然後去 然後吃完之後 再到沙灘上去玩水 那個沙灘真的好漂亮 它是一個類似像 小小的峽灣 這樣的一個峽灣 然後旁邊是沙灘 然後那邊就是一些 膠岩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就那邊玩... 突然 我們就聽到 有引擎聲 就從小腕的那邊 很快速的就... 就這樣一個曲線就進來了 因為其實如果說你說遠遠的 它這樣開過來 我們看得到嘛 它不是 它是從那個旁邊 那個小腕 一個曲線就進來 然後我們就... 一次到位 因為時間到了 下一批旅客要來了 對 下一批旅客已經在船上了嗎 下一批旅客已經在船上 然後你們還在那邊吊了嚷嚷 我們還在吊了嚷嚷 在那邊 你們在哪呢 像水母一樣這樣子 然後... 然後一看那個船是 就是全部在... 感覺看起來就是那種 日本的阿公阿嬤 這樣子嘛 因為你看他們穿著 就是那種漁夫嘛 太厲害了 對不對 怎麼辦 趕快跑啊 衝回去 這時候就全部往回衝 衝... 有這麼衰的事情 我本人膝蓋那個時候 韌帶剛撕裂完 沒多久 根本跑不動 所以所有人全部都衝回去了 就我一個人在... 等我一下 然後又沒有毛巾 然後我就聽到後面那個船 已經準備要靠岸了 然後一些那種日本老阿嬤 すごい すごい 就十七筆肉的すごい 那種聲音 SWASHI 大丈夫 然後反正就很開心的那種聲音 好 燒光五百萬 我不想猜了 是你啊 是我 我燒 你怎麼有燒五百萬可以燒 我燒 你看不起他啊 我累積了很久嘛 十八年應該有 你這問題問得很誠懇 對... 為什麼會五百萬可以燒啊 但是因為我們會投資理財啊 十八年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一直在主持嘛 然後譬如說主持活動也好 然後以前主持校園 然後就看到歌手在唱歌 然後呢 就是台下的同學就是為之瘋狂 然後觀眾一直在尖叫 好羨慕喔 對 很羨慕 然後譬如說如果歌手遲到的話 然後我們就要出來 開始模仿也好 講笑話 玩遊戲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如果我有自己的歌 我如果唱歌的話 其實我不用去想那麼多嘛 一首歌三五分鐘就過了 然後我就想要 要有自己的歌 所以在五年前 我就自己拿錢 然後做了第一首的單曲 歌名叫做 叫做 可是很成功啊 對啊 這首算滿成功的耶 對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是我第一次 做自己的歌嘛 所以我對MV有一個憧憬 我一共做了三個 三個景 然後那都是要花錢的 這個是一個五股工業區的一個 上班的一個地方 它平常是 完全是空的 這些車子 然後你看到的 這是後來的橙色對不對 不是假的 橙色 都是美術設計的 然後那個所有的東西對不對 這樣拍完之後 然後就是歸零 就是再把它恢復原廠 拆掉 然後另外一個花錢的是 這個 這個都是前後面那個木工 這個真的好幸福喔 就是以前那個有沒有 我致敬一個 一個美國的一個 很資深的一個節目 很久的一個節目 舞蹈節目 弄起來大概燒掉五百萬 但是我覺得很過癮 我覺得燒得值得 我記得就是我還租 那時候是租房子 因為那時候那一陣子在 我在健康檢查 那你們也知道健康檢查 比如說它要三四天的 低渣飲食嘛 所以那幾天就很痛苦 因為你人好吃的不能吃 酒又不能喝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很痛 我都想說我如果健康檢查結束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喝它一波 然後就結束 當天我就趕快直衝 我朋友開了酒吧 開始喝喝喝 喝得也很開心 因為我就是喝到很開心 我就會自己知道 我就會自動導航回家的那一種 回到家裡 因為喝得很開心 到家裡就是要全部解放 就開始脫衣服 脫衣服 然後脫掉剩下一條內褲 然後就要直接躺在沙發上 這時候我余光就看到 有一個女生 在從房間走出來 是人嗎 是人 我就懷疑我看一下是人 然後我想說天啊 我行情太好了 然後正當我遲疑的時候 房間又走出一個女生 這一個 對 我就想我行情又最好嗎 這是神機啊 然後我就說你們是誰 為什麼要在我家 然後他們兩個就說 你才是誰 你們怎麼在我家 然後我說我家 然後接下來我就聽到 我就聽到狗的聲音 然後狗就出現了 然後真的 我看到牠的時候 牠在咬我的腳踝 後來我驚覺 那個人走錯樓層了 對 可是你怎麼進得去 是我鄰居 好 來 我那時候住五樓 頂家 然後他們住四樓 然後因為格局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方向一模一樣 只是他們好像沒有鎖門 我一推就進去了 那他們一定要報警耶 對 然後我就一路 超嚇人耶 我就一路被他喝口 我拖到大概四樓辦的時候 他才放掉我 我一下我就覺得 超級不好意思 因為我簡直是失爽民宅 以後還要見面耶 對 而且是鄰居 然後我就半夜我就趕快 趁再晚一點 我就寫紙條 跟他們說不好意思 就是昨天喝多了 然後可能你們門也沒鎖 所以我就以為是自己家 然後不好意思這樣這樣子 然後隔天我就工作 一樣回去 他又貼了一張紙條在我家門口 他就說 好多年喔 然後他還說 他還說 狗咬的 對 狗咬 這個很 他剛剛說 從沙發咬到 到四樓辦 還不可以離開 他咬這麼長的時間 那個紙盒有多深 咬到九都行了 你看 對 那個他們也勸不動 因為哈士奇是 兇起來很兇 對